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质编辑器右侧的这一排按钮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先看一下第一个Sample Type 你的材质球这个材质样本预设是球体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边按着不放 第一个就是球体 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圆柱体 这个地方各位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需要放大解释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材质球 我们这已经改成圆柱体了 你可以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他会另外再开一个小视窗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大 这样呢材质会让你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切换成方块 不过一般还是都是以材质球为主 好那这个呢你是可以去旋转它的 如果你按着滑鼠的中键 你可以预览一下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材质样本 好像我们在这边如果切换成圆柱体 你看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那当然如果说是用球体的话你在旋转的话大概就看不太出来 除非有加上贴图 好OK 那第二个 backlight 你可以注意到在后面呢它其实是有个背光的 我们放大看一下好了我还是用这个小视图来让各位看清楚一点 它是有个背光的那如果说你希望把这个背光关闭的话可以在这边按一下backlight 那它就不会有背光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哦 打开背光 第三个 background 显示背景 有时候呢显示背景是必要的 例如我们这个材质如果是半透明的材质或者是具有折射效果的材质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把背景打开才能看得出来哦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让它变成半透明的话我可以降低这里的opacity 我们用滑鼠拖曳降低它那你看它就变成一个半透明的物件了 对不对 好这个材质可以透过去看到后面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材质呢算是透过去了但是它不像玻璃 为什么因为像是玻璃水晶钻石这些材质呢 它其实会对光线产生折射的现象 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如果说有折射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在这边呢有一个可以让你切换材质类型的哦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你可以切换成多种不同的材质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做像玻璃一类的材质的话 我可以切换成raytrace光机追踪 这个地方先点一下raytrace光机追踪 再按下OK 好那因为我这边的材质类型有改了 所以改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边的参数会不太一样 老师呢在稍后跟各位讲解一下3DMath Design版本有什么差别 好因为Design版本它里面有专门对建筑针对建筑制作用的材质的类型 好我这边呢还是把这个background打开 好background打开 然后你会注意到在这边有一个transparency 可以让你去设定透明的 好这个transparency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呢我在这边呢把它的颜色呢改成白色 这个地方很特别哦 黑色呢是表示没有透明的效果 那白色呢是表示完全透明的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跟我们用输入数值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你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你还可以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所以变成说你今天呢好像是透明的对不对 但是可以带着某种颜色 就好像你今天买玻璃杯 你可以找到那种带有颜色的玻璃杯的效果 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只是像清澈的玻璃的话 那你就在这边呢设定成接近白色就可以了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呢背景它会产生了这个弯曲的现象 为什么因为下面我们这边有一个index of 这个reflection 这个就是折射率 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把这个折射率增加 那么折射效果也会更明显 像以钻石来讲的话是2.97折射率 那我们大概都设定成30 会得到比较漂亮的效果 你就会发现呢它会产生比较多的折射的现象 好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边呢环境色ambient diffuse扩散色在这个地方设定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材质解释的时候呢会打开背景 因为如果说你要看到透明还有折射效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使用这个好 对我们这个这个材质因为已经指定给这颗球了 所以现在这个球的材质呢就变成我们刚才指定的这个光机追踪材质的 我再把它改回来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改回来 在这边的材质类型点一下 好刚才是standard标准材质 我们在这个standard点选之后按一下OK 这样就可以还原回来 好只不过颜色呢我们可能要重新再设定一下就是了 好我们这边重新再设定一下 好按一下OK这样就好了 好甚至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红色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来调 好这个是background 接下来这边有一个sample uv tiling uv是指贴图坐标 好那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贴图 这个tiling呢是产生拼贴的效果就像瓷砖一样 那这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贴图 所以这个稍后再讲 不过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比较少用到 好再来video color check 视讯色彩检查 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颜色呢改一下好不好 我把它改成红色 很鲜艳的红色 好那么如果今天呢 你用3D Mesh 做一段动画 这一段动画是可能会在传统电视上播的 我说的传统电视可能就是像CRT传统的音级摄像管的电视 然后他可能是透过AV端子来传送讯号的 什么情况下你可能会做这样动画 例如说你今天可能是做一段游戏 像我们一般的电视游乐器的主机 通常游戏它都会有一个开头动画对不对 或者是过场动画或者是破关之后的结束画面 那这些都可能是在电视上呈现的 电视可以呈现的颜色远比电脑萤幕少 所以太鲜艳的颜色在传统电视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而且有时候呢 它会出现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会产生杂讯 为了避免这个现象 很多软体都有提供了避免你的色彩是电视没有办法接受的 像Photoshop就有这个功能 那你在3DMass如果要避免这个情况的话 你可以按下这个Video Color Check 那你会发现我们刚才用的是很鲜艳的红色 这一种过于鲜艳的颜色呢 它就会特别用黑色的区域标示起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亮度降低 或者是把色彩饱和度降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例如说这边是Saturation 这个Sat呢 其实就是饱和度的缩写 所以你看哦 靠近左边是不饱和的 靠近右边呢 是饱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呢 把饱和度稍微降低一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方法 而且你会发现呢 其实你稍微调整一下 没有很明显 颜色的部分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但是呢 超过传统电视 没有办法显示的颜色呢 我们就可以避免使用到它 好 第一个方法是降低色彩的饱和度 那第二个呢 是降低色彩的亮度 这个Value就是亮度 我们把它降低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你可能要降多一点哦 才能够避免出现黑色的区域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调哪一个 像我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都调整色彩的饱和度 这个就是video color check 如果你做出来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影片 有可能在电视上播放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其实你也可以在后置的时候做了 因为其实像是premiere或者是after effect 这一类的视讯特效软体或是剪辑软体 其实也有这样的功能 好 接下来make preview 如果你的材质有制作动画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呢 选择制作动画 那因为我这还没有讲到 所以我这边先就不讲 好 再来是option 这个是材质编辑器的选项 就像片号设定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下之后呢 他会另外再打开一个materialeditoroptions材质编辑器的选项 这边有些选项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我们比较不需要去调整它 例如说我们可能选择用manualupdate 手动的方式更新 或者是我们不要显示动画效果 或者是我们只要更新目前的材质球就好 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打开anti-alias 打开一个消除锯齿的功能 按一下ok 它会变得比较平滑 不过其实这个并不是影响最后输出结果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再打开 再次打开 然后呢 你也可以制定背景 它有一个custom background 你可以自己再决定一个 在这边呢 你可以再选一张背景 另外用图片当作背景 或者甚至呢 模型你也可以自己改 这边有一个custom sample object 你可以做一个max档 然后把它当作是 自换材质球的模型 好 最底下这个slot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你可以选择3乘2 显示6个材质球 5乘3 15个材质球 或者是6乘4 24个材质球 所以这个是比较少用到的 好 这一排最下面的这一个 material map navigator 材质贴图的导览器 在这边叠选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 因为其实3dmass里面呢 传统材质呢 它是用阶层式的 它有一个阶层关系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因为我们后面讲到贴图 讲到多重材质的时候 你可能用这个navigator 会比较容易管理 好 这是我们右边这一排工具的介绍 待会各位可以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